滑水 这是态度问题 跳错了 那是业务问题 但是我态度 能做女团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态度有问题的 也没有想到就是在毕业之前 还能拥有一个这种 什么竞赛节目的这一种 而且还以一个团体 然后就感觉大家就是 在这个节目 大家也很快乐地在成长 就我觉得这两年 其实你一直都有在变好 只是说那些 因为不喜欢你的人 再怎么样 不管做多好 他们也不会喜欢 对 他们看不见 其实 我一定要做了 就骂我 有些观众 他会在一些边角的地方 拍一些你失误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就根本没有人看到 但是就是那一遍错了之后 他就发出去了 可能只是其中一遍彩排 或者在动作的时候错了 可以说别在意 两年了 我每次合体表演完之后 都会被骂 但是 别在乎 只在乎你在乎的人 还要人定义滑雪这件事情 我说跳错动作就是滑水 拜托 跳错动作失误 失误和滑水是两个概念 滑水 这是态度问题 跳错了 那是业务问题 但是我 我态度 能做女团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态度有问题的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她们绝对不会放纵一个 态度有问题的人成团的 但是我业务没有 小姐 但是我业务有问题 我这个我自己知道 我再改 好酷啊 好酷啊 you know we gon get it you know we gon get it you know we gon get it everyday night that's right you know we gon g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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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腰子脸圈的吗 你们都没错吧 我是没跳错了 我错了好多 我后面错了一塌糊涂 最后的那个大棋舞 那边一个接着一个连环错 然后就是错成了一种 渐层的感觉 先是有一个人跳错了 然后挑了旁边的人 然后找回动作 如果第二个人又错了 第二个人看了一下 然后找了一条动作 第三个人看了一下 就赶紧学了前面 就是我们发现前面的人错了 然后我们就会配合旁边的人 就是他如果跳的不是这个动作 我就跟他一起冲赛 不是冲赛吗 冲赛看不出来 冲赛 你在冲赛 没事 你们不要来看我 看我上头 因为我自己首先很讨厌 我失误这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所有的不看见过程 他只看见 美琪 我看你很严肃 还好吗 挺好的 揭晓本轮 竞演结果 目前火箭少女101 对S&H4TE的比分是3比0 恭喜火箭少女101 成功地进入晋级区 我觉得整个火箭舞台都越来越少了 但我挺感谢就是这次我们所见 所有的团人们都挺争气的 大家也真的是为这个舞台 为这个音乐做贡献 把最好的带给大家 做成功 akkor 恩 发言 钾 钾 感谢观看